深哲深谈 深度思考我们的世界 上次我们说到1958年中国搞起来的大跃进运动 其实是毛泽东为首的工农干部 在1957年大鸣大放的时候 受到知识分子的刺激那个结果 为什么说说在大鸣大放的时候 工农干部受到了知识分子的刺激呢 这是因为在1957年大鸣大放之前 知识分子他对中共的领导体系 对这些工农干部 他虽然有所不满 但是这些不满还是在一些私下发牢骚吧 他没有在这种报纸上这种公开的情况下 来把它表达出来 所以像毛泽东这样的高层领导 他们一般听到的都是好话的 所谓叫做报喜不报忧了 因为下面的人都是对他们把好话传上来 坏话就不跟他们讲了 所以毛泽东他们这些高层领导 对知识分子内心的这些真实的声音 其实他们还是不是很清楚的 所以大鸣大放一开始以后 这些知识分子的这些真实的声音 这些心里的话就把它说出来了 而且在报纸这些座谈会上 他们都公开讲出来 都公开的写出来 这样子一来就让毛泽东为首的这些工农干部 感到心里头特别的不舒服 或者是特别的恼火 他为什么呢 他最大的一点就是他们突然发现 这些知识分子他看不起我们 他看不起我们这些工农干部 所谓当时候知识分子提出来的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这其实是一种比较客气的说法 实际上他就是知识分子 他看不起那些没有什么文化的大老处 他们认为你们这些大老处 没有资格没有能力领导我们 所以你们是外行 不能领导我们内行 我们要知道 一个人如果你被别人看不起 是一种心里头最难受的一种事情 所以知识分子他公开表示 轻视蔑视工农干部 所以就让这些工农干部 他的自尊心很受伤害 心里非常恼火 所以呢 1957年就出现一个反右扩大化 这就是工农干部心疼这种恼羞成怒 对知识分子的报复 你们不是看不起我们吗 我们就给你点厉害看一看 当然你光是用这种行政的手段 这种暴力的手段 这些打右派 打击知识分子 你还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工农干部被看不起的问题 因为这个工农干部 他毕竟没有什么知识 没有什么太多的文化 这是他们的软肋啊 也是他们自己感到自卑的地方 所以呢 你光是把知识分子给打掉了 那知识 这是工农干部 他们的这个自豪啊 还是提不上来 所以呢 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工农干部 这种自豪感提上来呢 所以呢 毛泽东当时就提出了一种新的说法 也就是说 知识分子的知识呢 也没什么了不起 我们工农兵也不比他们差 当时毛泽东就说了 对于资产这些教授们的学问 应以狗屁视之 适于乌有 鄙视 蔑视 藐视 毛泽东这么说 就是把知识分子的知识 就是像一个狗屁一样 我们就要对他进行藐视 蔑视 鄙视 这样一来呢 好像 你们知识分子也没什么了不起 我们工农干部也不比你们差 就是从这个心理上 把这个工农干部的自豪感 给提上来了 当然你光是这样说的 好像也还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 因为那空口说 对吧 毛泽东当时就想了 我们不管说 我们要给你来点实际的 我们要干点实事 叫你们知识分子看看 看看我们工农干部怎么样 我们是要比你强的 所以毛泽东就发起了一场大越境运动 就是要争一口气 我们就是要证明 你们知识分子的知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工农兵不用你们的知识 我们土法上马 照样能把中国建议 照样能把中国建设好 甚至建设的比你们还要更好 所以大越境啊 他就是一场反知识分子 反知识 反科学 为基调的这么一场经济建设运动 就是他其实不依靠知识分子了 我们要工农兵 我们自己搞建设 我们土法上马 不用这个现代化的知识 我们照样能把这个中国搞好 他是这么一种想法的 我们看看当时候人民日报 他发表的一些文章 就非常清楚的证明了 上面这么一种想法 就是说大越境是一场反知识 反科学的一场运动 我们从人民日报的这些文章 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 首先啊 人民日报对大越境 我们是要准备干什么呢 人民日报就做了一个说明 人民日报是这样说的 今天我国各行各业都鼓竹干净 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大越境 世界上有的 而我们没有的 我们一定要有 世界上没有的 我们也要有 这就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气概 我们一定要这样做 要实现它的一条重要手段 就是我们要大胆思考 敢做敢为 打倒偶像 破除迷信 你看人民日报把这个话的口气说的就很大了 世界上没有的 我们也要有 世界上有的 当然我们一定还要有 而且说这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气概 这个气概啊 其实就是说 它是这种豪言壮语啊 它是说给知识分子听的 就是说现在你看我们没有没有你们知识分子 我们要搞的就更好 我们反过来看当时1956年 当时候中央啊是发起一个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当时根本没有没有用什么世界上有的 而我们没有的 我们一定要有 是吧 世界上没有的 我们也要有这种豪言壮语 当时是完全没有的 当时还是很谦虚的一个态度 我们也向科学进军 我们要向世界先进技术学习 当时候态度很谦虚的 现在我们态度一下子变得不谦虚的 好像是我们很自豪 我们就是说这种态度上的问题啊 就是这种所谓叫做自豪 其实它是有 它有一种自卑心里的称出来的自豪吧 因为它毕竟感到 我们这个知识还是不足的 所以它就用这种豪言壮语啊 来弥补他们知识的不足 所以这些豪言壮语啊 就是给自己壮壮胆吧 也是要给那些知识 吓下你们那些知识分子 特别是说这个 我们来怎么样实现这个大跃进呢 当时他就说出一个 我们的手段是什么呢 就是要大胆思考 敢做敢为 打倒偶像 破除迷信 所以你一看这个说法 它其实就什么 就反映了后面一个很深的道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所谓的大跃进 它是一场经济建设 它不是革命 它不是要打倒谁 对吧 它是要建设一个国家 那么建设一个国家 你为什么要去打倒偶像呢 对吧 这个偶像是不是妨碍你经济建设了呢 是吧 而且他又要说破除迷信 那么这个迷信是不是妨碍经济建设了呢 这些所谓打倒偶像 破除迷信 这个偶像和迷信 它就是指的是知识分子 和知识分子的知识 为什么要打倒偶像呢 偶像它就是指的是那些专家教授 他认为是偶像 那么破除迷信什么呢 就是说对专家教授的一种迷信 对认为专家教授他们学问高 所以他们说的就是真理 就是我们要破除这个迷信 关于打倒偶像 破除迷信这件事情 人民日报它是这样说的 人民日报说 无产阶级的许多革命干部 因为长期进行极其残酷的阶级斗争 书本知识不多 本来是不足为奇的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有学习的时间和条件 取得一些书本知识 也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有些同志对自己 估计过低 发生自卑感 他们往往对那些 读书多年的教授学者们 望而生畏发生迷信 教授专家的称号 对于不少人来说 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神秘感 有人迷信教授 有人害怕专家 你看人民日报上面这段社论 他就是说什么呢 他第一个说 就是给我们一个解释 就是我们革命干部 书本知识少 这是因为我们这些工农干部 去干革命了 没有时间精力去学书本知识 我们这些工农干部 其实智力是不比专家教授差的 所以我们只是没有时间去学而已 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不需要把这些专家教授 看成是那种智力超群的 智慧超群的一些超人 他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也不必有什么自卑感 这种说法啊 就像我们日常见到的一些说法 比如说我的这个考试成绩不好 那我就说了 我考试成绩不好 不是因为我脑子不好 不是因为我智力不够 是因为我平时我很贪玩 我学习的时间很少 我要真正的 我要是用功勤来学习 我那学习成绩一定会很好的 也他也不比你们差 所以他就是这个 这样解释 他就是说啊 工农干部 我们是因为去干革命了 没有时间学习 所以说我们的智力不比你们差 那么就是说 他在智力上啊 就是为这些工农干部平反 就是工农干部 在知识上不如知识分子 不是我们的脑子差 而是我们以前没有时间去看这些书 没有时间去学习 我们要真正看书学习起来 也不比你们差 所以说呢 有了这么一种智力上的 这种自信心以后呢 他就说了 说明你们这个迷信专家 迷信教授是错误的 因为我们智力上根本就不比你们差 你们不是说什么 那个智力特别好啊 就是说是这种 就是智慧特别强 不是那么回事 我们不比你们差 所以我们也不必迷信你们了 这样一来呢 就是说把这个专家教授 那种所谓叫做比较超人吧 比较出他这种智力很强的 这个首先把他这种 所谓叫做迷信给他打掉 完了以后呢 人民日报 他又继续来批评这个知识分子 说是从这个道德上来批评知识分子 人民日报他就说了 自命不凡的高级知识分子 可以把知识当作商品 浑身散发着奸商的气息 这种人难道值得我们来钦佩吗 对于专家和教授 不但不应当迷信 而且还要敢于蔑视他们 敢于拔掉他们的白旗插上我们的红旗 这才是无产阶级应有的革命风格 其实教授专家并不是高不可攀的 工农出身的老干部可以到大学去开课 没有讲过大学的土专家 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早已超过了自命不凡的洋专家 所以人民日报他是这样说了 就是说你们一个是批评知识分子 你们把知识当作商品 这是一个很坏的品德了 这种想法倒是 其实是和这种西方保护知识产权的 这个想法是所谓要背道而驰的 因为西方觉得这个知识 他就是这种商品 他是一个我们要保护他的知识产权 我们不能随便用这种 什么叫做别人的智慧 是吧 就是说你这个智慧是 他是有价值的 那么按照专利法规定 他这个知识确实是一种商品 是应该受到保护的 如果说我们把知识拿来卖钱 这在资本主义社会 他是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是应该的 这不是什么道德不好 当时人民日报他就是说 你用知识卖钱 这是一种奸商 就是好像 这个是一个很坏的品德 好像他的知识 就是应该拿来无常的给大家使用的 所以这个也表示了 中国的一种传统的思维 因为中国传统的思维中 他觉得这个知识 就是应该不能是当商品的 你知识分子应该人格比较高 你们把这些知识 如果拿来赚钱的话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 就是成了商人了 是吧 成奸商了 所以说中国这种传统思维 一直是没有把这个知识 是看作一种商品 他一直是觉得知识是应该 好像是大家都可以使用的 是他是一种免费的东西 而且他这里头他也说了 就是说这个专家并不是高不可攀的 我们这些工头干部 我们学一学 我们也可以到大学里面去讲课 没有进过大学的那些土专家 他们也不比那些洋专家差 意思就是说 你们这些洋专家 他的智力上能力上 也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的 我们只要稍微努力一下 就不比你们差了 所以他就是对一些鼓励 这些工中干部 我们可以大胆的去干 我们不比他们差 我们只要解放思想 放开手 手脚大胆去干 我们一定会干出 比他们还要强的东西来 所以这种蔑氏教授专家 他说成是无产阶级的风格了 其实这个蔑氏所谓的教授专家 就是蔑氏教授专家 所掌握的这些科学知识 是现代知识 其实它是一种叫做蔑氏 现代化的知识 蔑氏科学是这么一种思想 我们反回头来看 1956年当时候 中共还提出来是要向科学进军 当时候他们提出来是 要做尊重科学 尊重知识 他是完全就没有说是要 对这个什么知识分子 要看不看不起 把知识分子的学问 像当狗屁一样 对吧 那当时候 在56年时候 当时这个态度是很谦虚的 当时候 可是呢 到了56年之后 这个态度就完全相反了 这个共同干部对知识分子 那个态度完全就是一种很傲慢 好像就是说 那你们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就是那种 怎么说就是从心理上啊 他要好像我们来一个自豪感吧 就是我们要提升我们自己的自信心 我们不比你们知识分子差 他整个的这个基调都是这么一个宣传 所以呢 我们看这个在1957年反右之前的毛泽东说的话 和57年反右之后毛泽东说的话 这个反差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们先看毛泽东在1956年 就是在反右运动之前 1956年的1月份 毛泽东在一个知识分子社团会 毛泽东他是这样讲的 现在叫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我们要就是革愚昧无知的命 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单靠大佬粗是不行的 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 全党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 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 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 你看毛泽东说的这句话 当时候啊 是对知识分子还是很尊重的 他们说是现在我们革命的对象 是要革那些愚昧无知的这个命啊 就是说愚昧无知就是没有知识 没有文化的 我们要对这个没有知识 没有文化这个东西呢 来进行革命 所以呢这次革命呢 你单靠大佬粗是不行了 还需要知识分子了 所以毛泽东他号召 这个我们全党要团结党外的知识分子 来赶上世界先进的科学水平 所以毛泽东这个时候 五六年时候对知识分子还是很尊重 说话也是很谦虚的 可是到了完又以后 那毛泽东态度完全就变了 我们看1958年3月份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 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过去怕教授 进城以来相当怕 我也有点怕 看人家一大堆学问 自己好像很少 什么都不行 学问少的人 可以胜过学问多的人 不要被大学问家 名人权威所吓到 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 应以狗屁是之等于乌有鄙视 藐视灭视 这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学问 应当鄙视藐视灭视一样 我们可以看 这个1956年和1958年毛泽东的讲话 对知识分子的态度那是完全不同的 是180度的大转弯的 毛泽东在1956年说 这个搞国家建设这件事情的单靠大脑出不行 我们还要依靠知识分子 到1958年毛泽东也不一样了 他说要对知识分子鄙视 藐视 我们单靠大脑出 我们就可以搞国家建设的 不必依靠你们知识分子了 所以在这么一种情况下 他这个人民日报他又提出来 说是知识分子 其实你还不如人民群众 人民日报他是这样说了 不要认为只有科学家 专家才能发展科学技术 在人民群众中 也蕴藏着发展科学技术的无限潜力 工人张明山创造反围盘 广东出现初中没有毕业的白蚁专家 都是证明 特别是最近在工农业方面 春潮一般涌起的技术革新运动 都表明了 人民群众敢于突破权威 创造奇迹 在古代中国 照纸印刷火药指南针等伟大发明 都是出于不知名的群众之事 在今天解放了的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更有难以计数的新创造 所以人民日报他是这样说 就是说我们发展科学也不一定非要依靠那些专家的 依靠我们人民群众 照样可以发展科学 我们过去那些古代的我们四大发明也都是人民群众 这个创造出来的 也不是你们专家搞出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这场大跃进的也不需要依靠专家 只要发挥人民群众的这些创造性 就是让他们敢想敢干 我们就能实现这个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所以呢 他就是从历史上来证明啊 这个你这个 好像知识分子也并不重要 真正的英雄还是人民人民群众 我们只要把这个人民群众的这个积极性 发挥出来比你们专家教授还要厉害 人民群众他又进一步又说了 他就说 现在从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 广大工人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中 做出了许许多多惊人的创造发明 而那些关在书灾里的教授专家们 却搞不出什么名堂来 正在举行的全国农具展览会上 铃铛满目的土质农具 散烁着广大农民的智慧之光 农民群众的这些奇迹的创造 使得许多科学工作人员感到惊议和惭愧 是毫不逐怪的 人民日报他就用这些话来说 这是证明啊 你现在这个专家教授 其实还不如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是有巨大创造力的 而你那些专家教授 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 不过呢 这个人民日报他是说是 从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什么什么 你这个报纸是 其实人民日报他自己搞的报纸 就是用自己来证明 自己是 好像是我们说的是真理 他的这些举的例子 都是他自己搞的 所以就等于是这个老王卖瓜 是吧 自卖自夸 其实他并没有很大的这个说服力的 更进一步啊 他人民日报他又提出啊 这个科学啊 他要分为无产阶级的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科学两种 他人民日报他是这样说的 首先要打破科学的神秘性 把科学从专家学者手里解放出来 从高不可攀的宝座上降到人民群众的队伍里来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科学往往被少数人垄断 好像术士炼丹 难以琢磨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 科学为广大群众所共有 好似家常煮饭 谁都可以学会 广大人民群众发展企业的科学是人民的科学 深自劳动人民的队伍为劳动人民服务 首先我们看这个人民日报他这些讲话 他是把科学就是比作叫做家常煮饭 谁都可以学得会 这种东西其实对科学真是有点太小看 太贬低了 我们倒不是因为这个 我们都知道科学工作者 他是需要一些专业的知识 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成为科学工作者的 这些事是我们也经过了非常多的 这个科学发展的历史这么多年的经验 也是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科学家的 这个科学家这个门槛其实是相当高的 可是当初人民日报说 科学也没什么了不起 就像家常煮饭一样 谁都可以学得会 如果谁都可以学得会的 那绝对不叫科学 那只能说是一些科学的皮毛的东西 这种科学的东西 绝对不是谁都可以学得会的 而且更加进一步 人民日报他又把科学分成两种 他说是你们专家学者搞出来的科学 那是资产阶级的科学 他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相反啊 人民群众搞出来的科学 他是无产阶级的科学 他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 你想这个东西就好像就又进一步了 这个科学他还要分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我们都说这个科学有没有阶级性呢 是吧 很多情况下 我们对这个自然科学 大家都认为是没有阶级性的 是吧 因为你好像自然科学 你资产阶级可以用 无产阶级也可以用 是吧 可是这个人民日报就提出了 我们人民群众发展出来的科学 我们是为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服务的 和你们资产阶级那些专家学者 搞出来的科学不一样 所以这个后来这种想法 一直是整个贯从58年后来到文革都一直是贯穿下来的 比如说后来我们在文革以后 他有一个那时候他有一个比较他著名的电影 他就他就里面就是讲到这个所谓叫做叫做马尾巴的功能 那个电影当时大家当时候那个时代人对这个马尾巴的功能 好像都是挺熟的一句话 说是什么 你们资产阶级这些教授都是研究什么马尾巴的功能 都是没有用的 我们无产阶级搞的这些科学 都是研究很实实比较很实很实在的问题 是吧 是真正解决问题的 所以我们无产阶级的科学 比你们资产阶级那种马尾巴功能的科学要更强 是更好 所以呢我们当当时候看我们为什么当时候人民日报要搞出一个母产十万斤的这么一个奇迹来呢 他就是要宣布啊你们资产阶级的科学是失败的 我们不如我们无产阶级的科学 你看我们无产阶级的科学可以搞出母产十万斤来 你们资产阶级的科学能够做的是做到吗 这就是一种我们要争一口气 我们比你们还要强 所以你们资产阶级做不到的事情 而且我们无产阶级也能做得到 你们你们种粮食肯定是不可能有母产十万斤的 但是我们无产阶级就能搬得到 我们比你们还要厉害 我们比你们还要高明 所以呢 整个这个大跃镜啊 它是充满了对这些知识分子的蔑视 它是一种反科学反知识的宣传 从头至尾都在这个大跃镜运动中啊表现的非常的突出 这种反科学精神这种一种爆发吧 它就最终导致什么大链钢铁啊 母产十万斤的荒唐的闹剧啊 真是 所以说在那个 所以说我们当时候人所谓的狂热 其实它不叫狂热 它是叫反科学 这个大跃镜的问题 这个狂热其实倒不是真的问题 如果你尊重科学 你狂热一点还问题不大 你反科学的话 那就是那个问题就大了 是吧 你说你母产十万斤 这不是说一种狂热 一般人有点科学的头脑 有点这个所谓尊重科学一点 他不会想到搞出母产十万斤这么一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本身你是不 它不符合科学规律的 现在我们你要搞母产十万斤 也是搞也是不可能搞得出来的 是吧 它有一个自然规律 它在里头 可是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说专家教授的学本都是一个狗屁 我们根本不信你的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创造一切这个奇迹出来 所以才搞了一个这个母产十万斤的 什么叫做荒诞剧 那么关于大跃镜期间出现的一些什么大连钢铁 母产十万斤的这些荒诞剧呢 我们下次再想 今天先讲到这里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前来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敬请有兴趣的朋友们继续前来观看 谢谢大家